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神 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判別你的Pokemon到底是強還是不強 這隻Pokemon要練還是這隻Pokemon要練 首先呢,我們現在認識一下你在這個遊戲裡面看過最多最多的數字 就是所謂的CP值 CP值是什麼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CP值就是等級啊 你看,我這裡有一隻665等的飛天螳螂 其實CP值跟等級一點關係都沒有 遊戲裡面有關於等級的東西呢,就是你的角色等級 現在我是16等 所以在Pokemon GO裡面呢,Pokemon是沒有等級的 你們看到的呢,就是所謂的CP值 那CP值到底又是什麼東西? 其實你可以到你的包包裡面,看一下你的右下角 點下去之後,這邊就會跑出來一個東西叫做Combat Power 也就是所謂的戰鬥力 是的,在這個遊戲裡面呢,Pokemon它裡面沒有等級 它有的是戰鬥力 所以你在問我說,是不是CP值越高就好了 那我做這部影片做什麼? 在遊戲裡面呢,決定一隻Pokemon強或者是不強 有兩個要素 很差,所以呢,我的IV值一定會非常非常的低 Pokemon跟人一樣,他們都會有不一樣的IV值 像我在這個地方,我有兩隻飛天螳螂 左邊這隻飛天螳螂呢,它的CP值是665 右邊那隻呢,是634 而665這隻飛天螳螂的IV值,卻沒有634這隻飛天螳螂來的好 也就是,634要是它成長起來之後 它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強壯,肌肉發達,是一個肌肉漢子的 所以呢,如果這時候我要練一隻飛天螳螂的話 我會選擇的是634這隻練 你問我說,欸!你怎麼知道665這隻飛天螳螂它的體質比較好 是看外觀嗎? 並不是,體質這個東西呢,是需要經過每隻Pokemon它的耐力 還有它的防禦力,還有等等的數值 經過一連串的恐怖的公式的計算之後 算出來的一個數值 這時候,聽到這裡的你,是不是已經打退三分了 覺得,啊,我的數學真的很差 為什麼玩個遊戲還要算數學 相信,這裡有非常非常多人跟我一樣 數學非常非常的差 這時候,其實在網路上有一些很方便的工具 拍這一部影片呢,就是要介紹這些方便的東西讓大家使用 這邊推廣給大家兩個 一個呢,是用網頁的形式算出來的 另外一個呢,是巴哈姆特上面的Bio 自己寫出來的Android的程式 千輕提要,這個網站還有這個App 都是使用鑰匙碼來實現計算出IV值的 所以呢,你對你自己的帳戶有疑慮的話 不要使用我推薦給你的這個網站或是這個App 如果對自己的帳戶比較謹慎的人呢 你可以點一下我影片下方 我會推薦另外一個手動相較安全的網站 我們今天介紹的第一款App 是巴哈姆特上面Bio所自製的App 這個App呢,叫做Perfect Pocket 你可以到Google Place當店 在這個地方搜尋Perfect Pocket 你就可以搜尋得到了 下載完之後呢,它就會上市這個Icon 點開之後呢,它就會要求登入你的帳號 然後你就會取得一個鑰匙碼 只要複製這串鑰匙碼 貼上,按一下Login 之後呢,它就會自動的讀取你的包包裡面有哪些Pokemon 進到左畫面來呢,你可以看到右上角 那個藍色的,就是所謂的IV值 它這邊有耐力,Attack還有Defense 它去做一個評比,然後經過公式的計算算出來 這邊可以看到我這邊有一隻98%的EV 還有一隻我們昨天進化的Sparky 也就是我們的雷精靈,也是98% 在這個地方呢,你的IV值就一目了然了 你就可以知道,這一隻Pokemon到底值不值得練 這時候你問我說 可是,我這一隻Pokemon 要是它的CP值很低,只有30幾、40幾 但是它的IV值很高,幾乎到了100 那這樣子,我到底要不要練它 CP值呢,是有你的角色等級 聽好囉,是角色等級 而提升,你的CP值也會提升 所以呢,要是這一隻Pokemon 是一隻鯉魚王,IV值100的鯉魚王 可是CP值可能只有60、70 要不要練它呢? 當你的角色等級提升之後 你那隻鯉魚王的CP值的最高上限 也會跟著提高 所以練到最後,你的鯉魚王進化成暴鯉龍 就會變成非常非常強的暴鯉龍 它會變得很健康,變得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一隻Pokemon到底好不好,從何看齊 看它的IV值好不好,還有它的技能好不好 當這兩個都很好的時候,它就是一隻很棒很棒的Pokemon 這是我今天介紹的第一款工具 另外一款工具呢,是在電腦上 假如你是Apple系統的使用者的話 你既然沒有辦法到Google Play商店上面去下載這個Ape 那你就可以使用這個網站 它一樣也是用鑰匙碼的形式 來計算你的Pokemon IV 那麼,這個操作頁面其實跟剛剛的Ape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首先只要點一下Get Token 登入你的Pokemon GO的帳戶 點進去之後呢,複製起來 回到上一頁,貼上,登入 它就會自動幫你計算 這個網站呢,你可以看到 我們上面有其他的東西可以去做選擇 這邊可以選 升級到滿等之後 練出的最高的CP值是哪一隻 這邊可以看到,要是我的角色等級到達40等的時候 我的這一隻雷精靈呢 它最高最高可以到達2132CP 那麼,如果練到40等的話 這一隻大甲只能練到2111 所以不要看現在這隻雷精靈只有480CP 但是,因為它的體質不錯 所以練高之後 它的CP值也會變得非常非常厲害 當然來到這個網站之後 你是要看每一隻Pokemon它的IV值 右邊有個叫做Perfect 它的完美值是多少 這邊這一隻雷精靈它的完美值 也就是所謂的體值 是97.78% 所以這個數字 要是越基金100的話 就越厲害 也沒有100的呢 有,有100的 不過我最高的只有97.78%的這一隻雷精靈 然後右邊有一隻 另外一隻 97.78%的伊布 我應該會把它升級成水精靈 希望 它的技能很不錯 那我的下一隻就是95%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很清楚 很明顯的看到 你每一隻Pokemon它的體質如何 像這一隻 634的飛天螳螂 它的體質呢 是86.67% 我們去找另外一隻飛天螳螂 它的CP值應該比較高 可以看到在這裡 665CP值的飛天螳螂 它的完美值 它的體質 只有55.56% 所以要是呢 我玩這碗遊戲 玩到很後期了 我把 我的星塵 都投資在 這一隻飛天螳螂 還有這一隻飛天螳螂身上 最後呢 四十等的時候 這一隻飛天螳螂 它的CP值會是2017 而這一隻 只能到1940 所以呢 CP值高就是厲害嗎 並不是 真正要看的呢 是它的體質 還有它的技能 好的 今天的Pokemon GO的教學影片 就差不多該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 都能夠變成 神奇寶貝大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點一個大大的Like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一出最新的Pokemon GO 我就會激情到你的信箱裡面通知你 那麼 我們下一集來見囉 See you guys Bye Bye 大家好 這裡是阿神 今天天氣非常好 Vers are singing Flowers are blooming 有一種預感 感覺 今天是一個叫Pokemon 非常非常適合的日子 Let's do it Nice 我們的第一隻神奇寶貝 所以現在離我最近的呢 是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景美河壁公園 啊 不就是這裡嗎 哇 是一顆蛋耶 我撿到了一顆蛋 哇 出現了 是一隻獨角蟲 野生的獨角蟲出現了 是一隻CP10的獨角蟲 哈 卡卡 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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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遇到的第一隻神奇寶貝 我們完全不需要戰鬥嗎 咦 那這樣子 這樣子要怎麼升等啊 走 我們到 101 裡面去看看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 101的辦公大樓 也就是它的主建築 哼 一隻小拉打 我要先去這個地方 拿到我的訪客證 我才能夠上去 我們來到了101的那一側 我們來到了101的那一側 這裡 我們可以一路到達 83層樓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搭電梯 是要 轉車的 嗨伊莎 我要去抓神奇寶貝 在這裡抓嗎 我可以到 可以看到風景的地方嗎 可以 讓我背我的背包 走 伊莎是我的 Youtube的小天使 嗨 嗨 這裡是Google辦公室的77層樓 我就是在這個地方 一直坐著 就會有Pokemon上鉤 這邊有一隻 鴨嘴火龍 難怪 大家都在這個地方 抓鴨嘴火龍 156CP的鴨嘴火龍 原來是這樣子啊 來 先為它吃個 好吃的Berry 我們的戰鬥正要開始 沒有丟到 要稍微再丟遠一點 大力一點 有了有了有了 Come on 一下 兩下 差一點差一點差一點 超級球還有19顆 19顆的機會 完全丟歪了 丟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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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交往 好 好 然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